同学,你好!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是送站服务及其礼仪 旅游团完成游览项目并结束当地行程后,地培应提供如下一些送站服务 在去机场、火车站的途中,地培可采用归纳式、提问式两种讲解方式对旅游团在本地的行程 包括食、住、行、游购鱼等各方面做一个概要的回顾 目的是加深游客对这次旅游经历的体验 讲解内容可是途中距离远近而定 送站服务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1.核对交通票据 送站前,旅行社会将客人返程交通票据交地培分发 地培应认真核对客人姓名、人数、去向、航班或车次 确认无误后交给全培或领队签收 若游客持连程机票或往返机票 地培应协助全培或领队在航空公司规定的日期内办理确认手续 2.提醒行李托运相关事宜 地培应向游客告知 我国海关对行李物品出入境的限制额度 以及航空公司、车船运输管理部门 对游客行李托运和随身行李携带的相关规定 例如登机前检查客人身份证和护照制度 禁止随身携带酒类物品的规定 禁止携带危险品、易燃易爆品、枪械和管制刀具 乘机乘车的规定等等 请客人自行清理以避免出行受阻 3.送站途中的服务 送行当日地培应提前到达饭店 为客人办妥离店手续 随车将客人送达机场或车站 送站途中主要服务内容和要求是这样的 1.致欢送词 欢送词是对导游服务的总结 能够加深地培与游客之间的感情 也可以为整个旅游接待服务锦上添花 是给游客留下的最后影像 也是导游服务最后的篇章 至欢送词的场合多选择在机场或车站 欢送词包括如下要点 1.回顾行程 简单回顾这几天的行程 将游客的感性认识归纳 总结上升到理性认识 2.表示惜别 表达友谊与惜别之情时 导游面部表情应严肃 深沉 不可嬉皮笑脸 应诚恳地表示出对客人的留恋之意 3.感谢合作 感谢游客领队全培对自己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4.征求意见 对工作中的失误向客人道歉 诚恳征求游客对接待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5.表达住院 期盼重逢 欢迎客人下次光临 好的欢送词 除文采华丽外 还要情深意切 能够激发客人对旅游地的美好回忆 和对本次形成的深切留恋 让客人感受到导游和当地居民 对旅游者的友好情谊 下面是一段欢送词范例 各位游客 每个人的一生都有无数的第一次 每一个第一次都令人难以忘怀 4天前 大家第一次踏上四川这片神奇的土地 第一次听我导游 第一次随我走进了著名的童话世界 九寨沟 和天下瑶池 黄龙 4天来 我们共同感受了大自然的瑰丽 共同亲历了藏腔民族文化的神秘 尽管是走马观花 浮光掠影 尽管一路封城 一生疲惫 但毕竟在我们的脑海中 留下了许多感性的认识 成为人生一次难得的经历 各位游客 现在一切都将成为过去 过去的一切终将成为美好的回忆 愿我们永远铭记着紧张充实 多姿多彩的四川之行 现在我们不得不说再见了 感谢四天来大家对我工作的支持和理解 诚恳地欢迎大家对我工作 不周到的地方提出批评和建议 也祝愿大家返程愉快 扎希得乐 俗话说 两山不能相遇 两人总能相逢 我们相信 我们一定会有相逢的一天 再见了 朋友们 这段欢送词 听出了导游浓浓的不舍之情 感人至深 定会给游客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做完欢送词之后 便是下一个程序 提前到达港口或车站 二 提前到达机场或火车站 按规定 地陪带团到离港 必须留出充足的时间 以便办理相关手续 一般出进航班需提前两小时到达机场 国内航班需提前90分钟到达 乘火车需提前一小时到达 三 协助办理离站手续 地陪应协助领队或全陪 办理离站手续 移交相关票据供对方报账之用 并要主动与旅游者挥手告别 送客人进入隔离区后 方可离开 这样便完成了整个的送站服务程序 即核对交通票据 提醒行李托运相关事宜 致欢送词 并且要提前到达机场送站 现在到了我们礼仪要点提醒时间 欢送客人时 导游员一定要真诚地致欢送词 内容一般是友好的西别注送 如一路顺丰 旅途愉快等 并要主动征求意见 对服务的不周 要向客人表达歉意 最后主动与客人一一握手告别 好了 同学 今天我们学习了送站服务及其礼仪 我们的课程就到这里 谢谢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